哈喽大家好 我是躺在家里还没有几天就已经患上了 人类最大的提人空调病的阿布德阿许 妹妹终有过气时 女装大佬成可怕 不管你们有多喜欢四月份的德国骨客妹妹 四月份已经过去很久了 所以认清现实吧 妹妹终将成为记忆 妖精也会乘风而去 阿基米德曾经说过 这个世界上没有不会过气的妹妹 醒醒吧 绅士们 不要再执着于妹妹了 去看看新的世界 去了解新的事物 去探索新的未来 打开你们的眼睛 放开你们的心灵 感受这个宇宙吧 在你们被妹妹而蒙蔽住的未来 有着更多的老婆 然而机主如我早已经抱紧了我的新老婆了 高调重包贞得小天使 好了回归正题 今天我们不吐槽 不瞎掰 不胡说八道 阿布德要认真地来给大家推荐 十部七月新翻 本来这个节目是要在六月份的尾巴上做出来的 但是谁叫阿布德德热爱学习呢 虽然时隔了这么久 但是没关系 因为动漫已经播出了一到两集了 所以这次的预测会更加的精确 推荐的十部动漫 每一部都非常的有看点 基本上属于看过了都不会后悔的作品 那么我们开始吧 Fade Apocrypha 墨影社的又一部作品动漫画 接连是交给A1P的制作 我想大Fade近些连的火热程度 已经不用我做过多的介绍了吧 除了早期的Face Night Night 作画有点老旧之外 之后的每一部作品 无不是大制作 大场变 大声优 动作流畅的受害正效的 都以为是在看电影 然而剧情不过是把七个古代英灵 放在一起大乱斗 虽然智障了一点 但是人家就是能做出 让你看了一眼就感觉 哇 好高端打击上当车 呃对了 纪念是14名从者 送杯战争也办了这么多次了 他们觉得 是时候搞点事情了 要不然哪能对付日渐口味 变得刁砖的观众老爷啊 我们是时候来打一波团战了 于是更加炫酷的阵容 更加激烈的战斗 更加猛烈的海金 看到这些漂亮老婆了没 想要啊 还不去抽 中午语 夏克富士制作的 由超级屌的新房招之导演的 超级屌的西韦维新 写的超级屌的人渣和变态的故事 又是一部有声之连系列 社会我良哥 人狠话超多 神作 当之无愧的神作 稳 稳到几乎不可能爆炸的地步 如果中午语爆炸的话 业界可能真的是要玩 虽然在8月12日才开播 想要看看小伙伴们 估计要等很长一段时间了 故事讲述的是 日本高中变态调戏班长戏弄笑话 猥亵小学生打劫吸血鬼 左拥右抱两个妹妹的日常 对不起 UP主又忍不住胡说八道了 其实讲述的是 心地善良爱多管闲事的 三好少年阿良良力步 帮助少女们解决身边的妖怪 和都市怪谈一般的故事 真的是这样一个 温馨励志感人的故事 UP主不骗你们 想要追分的话 我建议你从话物语开始追起 狂赌之渊 这是一个关于赌博的故事 故事发生在 日本一家以赌博水平来评判学生实力的高校里面 别问我为什么以赌博来评论实力 在这个屁股都可以打比赛 罗里都可以打篮球的业界 就算这个学校是以 戴萌的长路论实力 我都会丝毫不为之所动 讲述了一群美少女们 大秀赌记和演艺的故事 别问我为什么不是美少男 因为在这个学校 赌记是和颜值成正比的 男生什么的一群战斗力为零的渣渣 颤抖吧 在金钱与演艺之下 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看过 另外一部关于赌博的动漫 赌博漠视录 我认为 相对于这部狂赌之渊 赌博漠视录 对赌博的刻画更加的细利与真实 往往是花几集的篇幅讲述 男主如何失败 最后一集讲述如何在赌场上爬起来 而狂赌之渊这部作品 则更加的快节奏 女主天生加持无数光环 一集换一个对手 对于赌博的刻画也很不错 但是更加适合喜欢快节奏 和爽快感的观众观看 就为了这个演艺 这番追了 其实与魔法 8bit负责制作的清改动漫 2017年年度爽翻 装逼支持家 开车速度快 看过唐家三照 或者一切白身的作品的观众们 应该能感觉得出来 这妥妥的就是一股 天朝水闻风格啊 但是没想到 动漫画之后 意外的好看 故事讲述了一位女装大佬 本来是一位程序员 穿越到意志界之后 爱上了赵高达 学习修炼装逼泡美打怪 开发科技一个不差 不仅如此 此番还开创了 装逼如风的另一种操作 那就是 不仅装逼 而且卖萌 本来男主光滑太多了 容易被喷 但是这个男主毫不犹豫地 丢掉了杰操换上了女装 装逼的同时还卖个萌 身为一个男性观众 我只想说 还挺萌的 至少比我家楼下熊孩子可爱多了 我有种预感 以后夜间不穿个女装 谁还敢出来装逼啊 裙子下的野兽 一部你看了不亏的都买 一集五分钟左右 教你如何成为一名 寥媚如潮的女装大佬 你还在为单身多年而苦劳吗 现在 不需要颜值 不需要土豪 不需要套路 只需要你换上女装 挑选好目标 进女厕所里一顿啪啪啪 那啥 那家伙我不认识啊 枯子讲出的是 我觉得其实标题 就能说明一切的动漫 大家自行领悟吧 这一题 此番有两种版本 一种是清新淡雅 高贵特殊 另一种是和谐社会 人人有责 请大家自行挑选 异世界食堂 由神宝超中导演 Silverlink负责制作 故事讲出的是 当异世界人遇上现代料理 这一天 异世界再次回想起了 被美食支配的恐惧 当吃变成人类 恶魔 精灵 一切生物的终极目标 温馨的故事之中 又不乏搞笑的成分 是一部既可以填饱肚子 又可以放松娱乐的新班 推荐深夜观看为家 恋爱与谎言 故事讲述的是 日本实行了一项 针对低龄化 优化年龄结构的政策 计划交配 年满16岁 政府自动帮你娶老婆 并且禁止一切恋爱行为 蓝组成为一名 胸怀浪漫主义 怀抱自由恋爱的诗人 在16岁的前一天晚上 告白了心仪已久的爱恋对象 典型的三角恋 或多角恋巨型 人物作画迷之感人 故事剧情有点老套 但说在题材心仪比较有趣 喜欢纠缠不清的观众可以入了 准备好喂药 突然抽准 多对CP花式炫技 不同狗粮各有千秋 看完妈妈再也不用担心 我没女朋友 恋爱的骚操作 直拦了教科书 看完之后 我感觉 我好像也能聊妹如潮了 可惜UP主就爱吃狗粮 第一次辣妹 下跪就能交到女朋友 下跪就能交到 不仅颜值高 而且萌淡奶的女朋友 故事讲述了 男主角在机友的帮助下 下跪告白 并且真的交到女朋友了 还等什么 还想再感受一遍 类心被践踏的感觉吗 还想在超老里的左右手 品尝名为不甘的果实吗 快去对不良少女下跪吧 真的可以找到女朋友了 欢迎来到 实力至上主义的教室 清改气息扑面 而来的一部校园 内爱日常翻 你以为我会这么说 虽然确实是清改意 确实清改气息满满 没有错 但这绝对不是一所 甘于平凡的校园 故事发生在 一家高度重视学生成绩 把实力视为一切的学校 在这里 拥有实力就可以换到一切 有实力就可以换到 地位 金钱 名誉 而男主坐实的 在入学考试时 偷懒被分到了最差的半集里 同在一个半集里的海友 从今优秀 但性格孤僻的美少女 以及相貌甜美可爱 不服黑 真的不服黑的现冲girl 动画画风相当鲜艳 人手一副隐形眼镜 我就想问 这种可以完美壮色发射的隐形 哪里可以买 给我来一打 Gamers 电玩咖 这是一部不按套路出牌的 校园恋爱动漫 乍一看 好像是讲述一群高中生玩游戏 实际上 第一话也确实是讲述一群高中生玩游戏的 非常的平凡普通的校园恋爱剧情 但是这确实一部讲述 桂圈真乱的动漫 不仅是桂圈真乱 而且是双篮主的后宫动漫 不是蓝一和蓝二的关系 而是完全的同样重要的两个篮主 怎么样 惊喜不惊喜 意外不意外 听到这里有没有一种 我的胃又要痛的感觉了 然而 这又是一部虽然看似胃痛 但是能让你欢乐的胃痛的作品 虽然看似讲述桂圈真乱 但人物之间的关系往往能让人破梯为笑 欢乐搞笑而又带一点温馨的军情 让你忍不住又看儿子的目光去守护他们 小说的原作是《葵归岚》 这是一位非常擅长让你笑出眼神的作家 和细尾温馨有着异曲同工的吐槽风暴般的比例 所以读者往往是在笑出腹肌之后 还能收获感动的泪水 如果你喜欢温馨搞笑的校园恋爱番 不要错过这部 GAMERS电玩咖 好了今天就推荐这十部七月新番 其实还有一些不错的番没有提到 比如说NTR陷阱 蓝色女孩 第十三套校园广播抵操舞动青春 弹琴套的萝莉也很有看点 大家可以自行搜索一下 好了我知道这次节目肯定是没有十分钟的 为了实行人类补完计划 我们来看几条各位观众大佬的留言 小姐下面多少厘米算正常 老哥你下面多少 是时候拿出我四十米的大刀了 最大兴趣给UP主充中电然后PY 请问UP主接受PY吗 对PY有什么深层次的理解 PY means Pack Gear 是抽烟量的计量单位 是人类为了追求更加高级的快乐与幸福 而对细节进一步的要求 是通往幸福的阶梯 像我这种UP主通常是 不用调音器直接调音的 不踩刹车直接飘移的 你很棒啊 谢谢 然后呢 不报一下吗 这部操作 我给你九点九分 不能再多了 脱根修 还不给我把视频给补上 我坚决不承认我脱根了 我是因为爱而停根的 UP主为什么不露脸了呢 我怕给你们看太多 我的老婆们会排着队来找你们呀 最近把剑吧 真的老婆是我的 方框 放 我老婆你也敢动 好了 本期节目就到此结束 喜欢的话记得走一步按赞订阅收藏 有意义的话也可以投一投 你们比较看好哪些气费心翻呢 欢迎大家留言讨论 我是从不透根 每周二根 十二多根的帅气UP主 阿修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See ya